第2751集 宋书航不清楚远古时期的修炼者们,在展自我师过程中要经历多少困难。 三眼少年前辈给他的展三师秘法中最难展下的自我师,在他看来似乎也没有那么困难。 每次从头观看自己的人生,他对自我的了解就更深一层。 质量不够那就用数量来凑,这也算是他比较擅长的事情。 反复观看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回放自己开始修炼一年的人生后,他很快就抓住了展自我师的契机。 我人生的转折点就是九州一号群,这点毋庸置疑。 加入了九州一号群,接触到了群里的前辈成员,他原本平凡的人生才突然掀起了狂风大浪。 这巨浪就状如狂刀三浪前辈一样,又浪又浪又浪,一下子便将他的人生观彻底粉碎。 所以,契机开端便是九州一号群和群里的前辈成员。 金丹构图,星路图,出! 宋树航出声道,现是他的本尊丹田中,那枚曾经丹碎成鹰粉碎后,又被复活法器复活过来的肥金金丹,一改一往的咸鱼模式开始卖力游动起来。 肥金金丹的鱼身上,金丹构图显现,那是一张星路图,所有九州一号群的成员,以及对宋树航影响巨大的前辈形象,都铭刻在这张星路图上。 星路图以与柔子为开端,按宋树航接触过的九州一号群成员的顺序依此排列。 黄山尊者,苏沙十六,药师,江紫燕,豆豆。 在星路图的末端,另一个与柔子伸手推开一扇门,让内门半开半眼。 门内,有一道虚幻的身影,这身影并不是九州一号群的任何一位成员,但却又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他是真我,由肥金金丹的第九金丹龙文所显化。 普通修炼者的金丹,在进行金丹构图的时候,旗上的龙纹就会化开,成为构图的颜料。 宋树航七个小丹田中的小金丹,在这方面也没有例外。 但是他本命丹田中的肥金金丹,却和普通的金丹完全不同。 他身上的金丹构图是由洒落在鳞片上的星光构成,全程没有消耗掉一条金丹龙纹。 九条金丹龙纹,每一条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其中有七条更是白钱被兔使用一生只能行使一次的天道权柄,以天道之力为宋树航补上的。 补上的第九龙纹,就是一条代表着真我的金丹龙纹。 真我如镜,无论是谁在看到这条龙纹时,却会看到自己的真我。 宋树航展三师自我师的契机开端就在这里。 他的目光跨过漫长的星路,投入到星路图终点的门内。 门内的真我化为一个宋树航的身形。 星路图中所有的九州一号群成员身影也全被照入到真我的镜子中,化为人生经历融入到真我宋树航的体内,让真我宋的形象更加饱满。 白显被突兀借天道全线鼓道出来的真我龙纹效果,等于是天道白出手,为宋树航点出自我来。 俊美天道跨时空远程开挂。 现在,宋树航要做的就是枯燥的复制。 他的意识盯住饱满的真我,对真我的信息进行复制粘贴。 等复制成功后,宋树航就可以直接以复制的真我为模板,斩出一尊自我施了。 宋树航一边进行着枯燥的复制,一边默默盯着肥金金丹上的龙纹。 随着实力和眼界的提升后,他已经渐渐了解到天道全线的沉重。 白显被突以天道全线为他所刻画的七道龙纹,是他最强固的根基。 现在回讲起来,他能在低阶境界接触不朽的法则却安然无恙,甚至画出伪不朽之身。 除了种种外挂帮助外,后台应该都还有白显被吐这西条龙纹的默默支持。 毕竟,连不灭之主那么强大的存在,接触到不朽概念后都陷入漫长的沉眠。 不朽信息实乃凡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嗡的,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宋书航意识中传来一阵剧烈的阵鸣声。 这是真我信息被复制并成功粘贴到了他地盘的提示。 时机已到,宋书航睁开眼睛,轻贺一声。 斩! 从他的双目中,有无形的精神力涌现,大量精神力强行通过双目通道时,还附带出了两行珍贵的霸诵之眼。 强大的精神力汇聚于一团,硬是从无形转化为有形的虚幻人影。 三诗,自我诗成功展露。 他已忘记了神功为核心,并且将会以灵鬼仙子为寄托。 只是现在,宋书航的原神投影处于天道小黑屋中,而灵鬼仙子则待在县世本尊体内。 想要让自我诗以灵鬼为寄托,宋书航需要踏出天道玉空间,回归现世。 所以,被展出的自我诗还只是一团虚幻的精神人影浮现在宋书航的身侧。 随着忘记了神功伴着自我诗被展出,边上的三眼少年前辈和狗蛋爹脑海中,很快恢复霸诵、送狗蛋之类的正确称呼。 狗蛋爹望着三眼少年前辈,话中有话。 三眼少年前辈暗暗咬牙,没有接话,本来以为霸宋展自我诗需要些时间, 这样一来狗蛋他爹就得在这天道玉世界中多待一段时间,和他共享痛苦。 前辈,我们现在回归现世。 宋书航的原神投影伸手一抛,寄出龟壳仙舟。 来了,狗蛋爹的一缕意识顿入龟壳仙舟,对着三眼少年挥手道。 那么,拜拜了,三眼仔,你就好好留在天道玉空间,安详晚年,我会想念你的。 三眼少年前辈沉默片刻,平静回复。 再见,狗蛋他爹。 年轻的狗蛋他爹,我们再见。 三眼前辈同样话中有。 第2752集 三眼前辈,要不你试着用附身的方式和我一起回去? 宋书航提,说不定三眼少年前辈附身在他原神上,成了挂剑后,天道狗蛋爹留在天道玉空间的静止就不会生效,三眼少年前辈就能顺利离开? 没用的,我可以感觉到自己早就被天道玉世界锁定,无法离开。 三眼少年前辈摆了摆手,你们走吧,不用管我。 走走走,不用理会三眼仔。 狗蛋爹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只要一想到三眼仔的这缕意识,要被留在天道玉空间终老,狗蛋爹就心情愉悦,恨不得自己身后能变出和三眼仔一样的气象预报,来和世人分享他的开心。 那三眼前辈,回去我找白前辈药柄一次性飞剑破晓黑屋板,看看能不能送你出去。 宋叔好像出言安慰,边上狗蛋爹拍了拍的。 别多想了,等我们从这天道玉空间中出去,就会忘记三眼仔留在这里的这缕意识。 放心吧,只要忘记了它,我们就不会有心理负担的。 三眼少年前辈气得扭过头去,转脸不看狗蛋爹。 好好研究我留下的公式推演数据吧,或许你能从中找到点离开天道玉空间的灵感。 狗蛋爹露出标准的九优主宰邪魅笑容。 他这个邪笑,可以让三眼仔心中对公式推演数据产生怀疑,阻碍对方的研究。 不管有没有用,反正只是一句话挖个坑,能坑到三眼仔最好,不能坑到也无所谓。 轰,龟壳仙舟点火启动。 稍稍加速后,龟壳仙舟开始突破天道玉空间的限制。 龟壳前端在空间中撞开一阵阵波纹连漪。 有别了,三眼仔。 狗蛋爹站在仙舟窗口用力挥手。 我会忘记你的。 身后,三眼少年前辈突然像控制不住情绪,用感人心肺的声音唤动。 等一下,狗蛋他爹,我想你了,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影帝模式开启,宋书航疑惑地停顿下来。 这是什么神展开? 要不是知道狗蛋爹和三眼少年前辈之间的关系恶劣,他这一刻说不定要脑补出几万次剧情的爱恨情仇剧情。 不好,我会将你遗忘,你也不用想我。 身边狗蛋爹一脸绝情,哗的。 说话间,龟壳仙舟彻底冲开天道与空间的限制,半个龟壳都挤入到天道与空间中。 望着不远处那一脸不甘的三眼少年,狗蛋爹龙脸上露出了生动的笑容。 树袭后,龟壳仙舟彻底挤入到空间通道中,消失不见。 又树袭后,狗蛋爹龙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狗蛋爹边上宋书航原神一脸懵逼,他转过头来望向身后的虚空。 诶,仙舟呢? 龟壳仙舟顿入到虚空,消失不见了,但是狗蛋爹和宋书航的原神却留在了原地。 发生什么事了?我是谁?这在什么地方? 难道我也被天道与空间列为黑狐将我锁定了?宋书航疑惑。 我们又再见了呢,年轻的狗蛋他爹。 对面,三眼少年前辈双手赋于身后,脸上露出了九幽主宰式的微笑。 你是不是忘记了,《窥阁仙舟》是我的作品? 既然是我制作的东西,那肯定我拥有着对应的远程操作手段。 所以,我想你了,于是就将你留下来陪我,敢不敢动? 狗蛋爹龙虚微翘。 不敢动啊,我一点都不敢动。 他记得自己明明已经将三眼仔留在龟壳仙舟上的烙印给抹去了,为什么这家伙还能远程控制仙舟? 难道仙舟内部还有隐秘的控制系统烙印? 宋书航暗暗叫苦。 等一下,三眼前辈,你想将狗蛋爹留下来陪你,为什么要将我也留下来? 至于罢宋小友,你不用慌,我已经将你的自我师用龟壳仙舟送入到了县世。 三眼少年前辈忘了眼宋书航。 而你,留在这个天道狱空间中充当坐标吧? 宋书航暗暗思索起来,充当坐标? 三眼少年前辈,你是想让我的本体将一次性飞剑破晓黑屋板给送进来? 你别胡思乱想。 你的原神留下来充当坐标,是为了保留天道狱空间的屏蔽根源效果。 这样可以保证你的第三师自我师和现实的灵鬼能顺利整合,不出意外。 三眼少年前辈对他解释,三师全部展出并寄托成功后, 宋书航的境界就能被强行提升一波。 到时候,宋书航就能先拥有九品境界,再去渡九品天节。 一旦渡过天节,受天节的强化,他就能一口气提升到弱长生者层次。 你确定,自己是在为宋狗蛋着想才将他的原神留下, 而不是尸首,在强行将我留下的同时,不小心波及到了宋狗蛋发生了意外? 边上,狗蛋跌怼道,哼,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幼稚啊。 三眼少年前辈自信地抬头,望天。 远处,功德舍美人家善师罢善枪的组合依旧在欢乐中,根本停不下来。 现实中,宋书航的本体位置。 一艘龟壳仙舟突然凭空闪现,撞向宋书航冥想中的本体。 宋书航肩膀上静静中的凤爪仙子及时出手,伸爪按在龟壳仙舟上,将仙舟挡了下来。 仙舟之门开启,一团模糊的精神力身影从龟壳仙舟中踏出。 这是什么东西啊? 凤爪仙子疑惑出声,楚歌主呆毛旋转了一圈,开始检测起了。 他身上有宋书航的气息。 模糊的精神力身影飘到宋书航本尊身前,伸出手来,在他的胸膛上轻轻敲了敲。 支压的,一扇心门开启,灵鬼仙子的身影从宋书航的胸膛中钻出。 自我师精神力身影,对着灵鬼仙子伸出手掌,灵鬼仙子同样伸出手掌,和自我师幻影队长。 这是自我师以灵鬼为寄托的仪式,只需他和宋书航的灵鬼接触,这斩三师自我师最后一步便能成功完成。 一秒,两秒,十五秒,灵鬼仙子和自我师保持着队长拼内功的姿势, 但斩三师的最后一步始终没有要开始的迹象。 自我师幻影,无法和灵鬼仙子同步。 第2753集 自我师和灵鬼仙子的力量无法同步,就像是缺少了某种东西。 两者你看我,我看你,四眼迷茫,甚至双方都有种在渐渐忘记对方的感觉。 这是干什么? 拼内功吗? 白骨仙姬疑惑地望着宋书航的自我师和灵鬼仙子。 在他边上,金挂岛主轻轻摸着自己怀中的兔子若有所思。 这是斩三师? 凤仪秦主的爪子突然心中一动,他也只是在远古天庭的文献中看到过支言片语关于斩三师的描述。 而眼前这个具有霸诵气息的幻影,散发着一种真我的味道,完全符合记载中的斩三师自我师的描述。 黑皮羽柔子好奇问道, 是某种分身吗? 是呆呆。 造化仙子严肃回道, 楚歌柱呆毛竖了起来,打量着自我师。 斩三师不是分身,但和分身有些类似,这是太古时期一种结仙级秘法,是结仙用来突破九品境界的一种手段,但无法让结仙突破到长生者境界,由于缺少自身的道,所以, 最多只能达到弱长生者的程度。 但书行不是才八品结仙吗?为什么他连九品结仙秘法都鼓到出来了? 白骨仙妻疑惑道, 难道,其实我刚才已经不小心睡过去,一笑睡了一个月? 一个月? 凤衣钦珠爪子心中疑惑,他还是个心挂剑,不明白白骨仙姬画中的内在含义。 他在五六品境界时就在怼九幽主宰呢,修炼结仙秘法根本没什么大不了。 主歌主呆毛无聊地转圈圈,别说修炼结仙秘法了,哪怕宋书行突然跳出来,说自己成了天道,帮助他回溯时光,将碧水阁里的成员都重新轮回出来,他都不会意外。 身为宋书行身上的老牌挂剑,他已经学会了去适应。 人活着就得要不断地适应,不适应市场就会被市场淘汰。 五六品时就怼九幽主宰。 金挂岛主听到这么劲爆的八卦,卢兔子的动作都不小心大了些,在兔子身上抓下一小撮兔毛。 兔子受痛,不安地在金挂岛主手中挣扎起来。 那宋贤辈这是要突破九品节仙境界? 黑皮玉柔子仔细打量着灵鬼仙子和自我师。 那现在,他们是在干嘛? 据我所知,斩三师的过程中,三师斩下后效有载体。 从目前看来,八宋是想用三师和灵鬼仙子同步,但这个环节看上去出了问题。 凤仪行主爪子猜测道。 是灵鬼仙子还缺失了点东西? 楚歌主呆毛回道。 不知为何,他在看着这尊灵鬼仙子时,直觉感到对方身上应该缺少了一部分东西,并不完整。 以此为线索进行推导的话,他突然发现宋书恒的灵鬼仙子似乎和他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而且这种关系应该非常亲密。 但是,他完全没有关于灵鬼仙子的记忆。 对面的灵鬼仙子听到楚歌主的推导后,微微一愣,他吐了吐舌头,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一手保持着和宋书航自我式队长的动作,另一只手轻轻在头顶画了个圆圈。 一个空间洞以这个小圆圈为范围开启,然后一只洁白仙手从这个空间洞中探出, 轻轻抓住灵鬼仙子指向天空的手掌。 就在这只仙手出现的刹那,楚歌主呆毛微微一抖,他脑海中隐约浮现关于一位碧水阁仙子的信息。 那是他的弟子,是除他以外碧水阁最后的幸存者。 但这只仙手只在现实逗留了一瞬间,他牵住灵鬼仙子的手臂后, 反将灵鬼仙子的手臂带入到那个圆圈空间内。 楚歌主脑海中刚回忆起来的信息又戛然而止。 这是天道玉效果? 楚歌主马上明悟过了。 宋书航经常在天道小黑屋中进进出出, 所以楚歌主呆毛对于天道小黑屋屏蔽根源的效果也非常了解。 在楚歌主呆毛震惊的同时, 有一层淡淡的功德之光在宋书航本体上浮现, 化为一只功德眼睛。 这是功德舍美人留在宋书航本体上的一种守护措施, 防止在他被召唤到天道玉空间后有斜碎影响宋书航的肉身。 而在刚才那只仙手出现的刹那, 它同样有所感应, 它感应到了成狗蛋的气息。 成狗蛋在玩什么? 虚空中, 在那只仙手和灵鬼仙子牵手成功后, 灵鬼仙子的存在就变得完整起来。 完整状态时, 它理论上就已经满足条件。 灵鬼仙子的另一只手发力, 再次和自我师对着。 两者手掌相对后, 这次终于有了反应。 以灵鬼仙子和自我师为中心, 有一波强大的气浪翻腾, 双方体内地望迹了神功, 同步运转起来。 然后, 宋书航自我师原本处于第八层地望迹了神功, 在这一刻突破境界, 一口气进入到了最终的第九层恐怖境界。 于恶居士一席的神功, 达到七层时就几乎能令所有人忘记它们的存在, 只能在偶尔的灵光一闪, 隐约记起自己有这么一位好友。 而达到传说中的八品境界时, 就成了彻底的透明人, 甚至就连人间显胜效果也会被冲淡, 就连修炼者自己都会受到影响。 而到了第九层境界时, 那根天道与空间斩断根源的效果都只差一线了。 自我师现在就站在那里, 却仿佛从天地间消失了一样, 对面的灵鬼仙子亦是如此, 双方的同步率达到满直。 但即使如此, 灵鬼仙子和自我师之间依旧没能完成斩三师的最后过程。 灵鬼仙子不由皱起眉头, 他转身望向宋书航的身体, 目光透过肉身望向宋书航灵魂深处的两个契约, 一个是属于他的灵鬼契约, 另一个是破碎的第一灵鬼契约。 难道, 要将宋书航的第一灵鬼也找回来, 才能完成斩三师的环节? 怎么会这样? 这样就很麻烦了呀。 灵鬼仙子道, 宋书航的第一灵鬼早就消失, 生死不明, 他要到哪去找这第一灵鬼? 要不, 将这第一灵鬼契约, 暂时屏蔽一下试试。 想到这里, 灵鬼仙子伸手穿过宋书航的胸膛, 轻轻去碰触那破碎的灵鬼契约。 第2754集, 灵鬼仙子推测宋书航自我师要与灵鬼同步, 完成斩三师最后过程, 就需要和宋书航完整的灵鬼进行同步。 他现在已经是完整状态, 但宋书航体内还有第一灵鬼的破碎契约, 所以导致自我师无法完成百分百的同步。 所以, 他想试试能不能直接将第一灵鬼契约给屏蔽掉, 先将宋书航的斩三师秘术完成, 然后等有空再将第一灵鬼契约给解开。 灵鬼仙子的手掌穿过宋书航的肉身, 先是抵达了宋书航和他的完整灵鬼契约上, 接着他以自身的契约为中转, 先手转移, 指尖轻轻接触到了第一灵鬼契约。 成了, 那下一步试试能不能将它屏蔽? 灵鬼仙子轻声道。 屏蔽灵灵鬼契约这种事情, 古往今来从没人试过, 修士自己不会闲着蛋疼去屏蔽自己的灵鬼契约, 而外来者又无法直接影响到灵鬼契约根源, 连天地在占据宇柔子的灵鬼后, 也无法抹去宇柔子和灵鬼之间的契约关系, 而且还会时不时地收到宇柔子本体或黑皮宇柔子的荼毒。 灵鬼仙子身为天地间第一任灵鬼, 鬼神成灵的代言人, 拥有大量和灵鬼相关的知识数据才敢进行这种尝试。 他修长的手指落在第一灵鬼契约上, 脑海中已经推演出一套屏蔽灵鬼契约的手法并进行尝试。 一眉眉符文在他指尖划出, 连成一道道阵纹, 缠绕在破碎的第一灵鬼契约之上。 符文正文化为一个大简, 将第一灵鬼契约牢牢包裹。 就在灵鬼仙子果断行动之时, 通过修真聊天陪着狗蛋爹闲聊的陈狗蛋突然一愣抬头望天, 他感应到了灵鬼仙子的动作。 片刻后,陈灵仙子奄然一笑。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什么东西有意思? 狗蛋爹本体出声问道, 你向孙女要造反了, 再见了狗蛋爹。 成灵仙子回道, 狗蛋爹意犹未尽。 干嘛呢? 聊得好好的不要走啊, 陪我聊到天亮啊! 同一时间, 宋入行头顶的楚歌主呆毛, 边上原本迷糊状的白骨仙姬突然心有所感。 楚歌主呆毛如同天线一般高高竖起, 仿佛感受到了某种电波。 白骨仙姬不安地转动着身体, 四处观看, 仿佛要找到某个身影。 发生什么事了? 凤一寝主感觉楚歌主呆毛和白骨仙姬的状态不对。 不, 没什么。 楚歌主呆毛违心否认。 没事没事。 白骨仙姬同样违心硬道, 两者都下意识不想将某件事情给讲出来。 而就在楚歌主白骨仙姬话音刚落之时, 金挂岛主突然接到了一个新消息, 是金龙十祖发给他的消息, 让他帮忙开个坐标通道。 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金挂岛主顺手打了个响指, 就给金龙十祖开了个空间坐标通道。 空间之门开启, 白龙姐姐的身影跨过空间, 直接从自己的龙墓中钻出, 来到了现场。 你怎么来了? 楚歌主呆毛出声道。 你怎么来了? 白骨仙姬异口同声, 白龙姐姐瞟了一眼白骨仙姬。 楚歌主呆毛也就算了, 白骨仙姬你这是什么反应? 白龙、白骨、呆毛三者相互对望, 默默无言。 金挂岛主敏锐感觉到气氛不对, 他悄悄地挪移、挪移, 像螃蟹一样平移, 无声无息地远离宋书行肉身。 造化仙姬眼睛一亮, 他也学着金挂岛主一样悄悄平移。 黑皮玉柔子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于是他也跟在造化仙子身侧, 挪螃蟹部远离白龙姐姐、 白骨仙姬和楚歌主呆毛。 但挪着挪着, 他突然感觉有些不对, 他感觉自己仿佛受到了某种影响, 突然有种想要参与到 白骨、白龙、呆毛之间的热闹中去的感觉, 因为他感觉会很有趣的。 这种影响有点像是本体羽柔子对他的影响, 但他可以确定, 这不是羽柔子本体的意志。 难道是被宋前辈刚砍死的天地哒哒子? 他复活了? 或者是在复活中? 但复活中的天地子为什么要影响他呢? 黑皮羽柔子心中暗道。 等宋前辈恢复过来后, 他就和宋前辈提一提这一事。 想到这里, 他在平移撤离一段距离后, 悄悄开始拍摄白龙、白骨、呆毛之间的场景。 宋书航体内, 灵鬼仙子先手轻轻一挑, 凝聚出最后一枚符文。 这枚符文化为一支大锁, 将包裹着第一灵鬼契约的所有正文牢牢锁住, 并屏蔽第一灵鬼契约。 如果成功的话, 只要他不开锁, 就能屏蔽契约。 这么一来, 宋书航的展三师最后一环就能完成了。 锁。 灵鬼仙子轻贺一声, 用力一点。 符文大锁将正文牢牢锁死, 连门缝都不留一条。 在他的正文完成的瞬间, 他和宋书航自我师之间的同步再度增强。 看样子, 他猜对了, 自我师和他之间的同步率不断提升。 片刻后, 自我师的虚影开始消散, 化为雾气, 笼罩着灵鬼仙子。 展三师的最后一步终于启动。 边上, 白骨, 白龙, 呆毛的目光, 全部落在自我师和灵鬼仙子的脚下。 在那里, 有一朵洁白的莲花绽放, 莲花花瓣渐渐合拢, 将灵鬼仙子包裹。 并且, 在灵鬼仙子的头顶处, 有一轮长生之道月轮浮现, 同时, 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莲花中涌现。 成狗蛋! 功德舍美人的那只眼珠子发出细腻的叫声。 这长生者月轮和洁白的莲花, 分明是成林的长生之道, 和孕育新生有关的特殊长生之道。 是成林? 白龙姐姐皱起眉头。 摇齿女帝! 白骨仙姬同样感觉不对, 唯有楚歌主呆毛随风摇曳, 她察觉出了真相。 如今是一个信息的时代, 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就掌握着胜利的关键。 她曾经听宋木头提起过, 宋木头已经掌握了成林的孕育新生长生之道, 而这一点白龙和白骨都不知道, 所以刚才他们的感觉没有出错, 是宋木。 第2755集 比起骨头和幽灵龙来这两个亡灵族成员, 楚歌主呆毛掌控的情报更多更全面。 她知道宋木头在远古天庭终结后, 却和成林仙子有合作, 而且宋木头还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掌握了成林的长生之道, 也不知道宋木头和成林到底是什么关系。 虽然传闻中成林的对象是阿锦分成仙子, 但谁能保证这千万年过去后, 她的爱好会不会改变呢? 毕竟宋木头那家伙那么会聊。 况且, 成林仙子的对象, 远古天庭之花阿锦分成仙子, 现在画风大变。 虽然壳子还是那个壳子, 内在却已经不是曾经的内在, 完全可以用物是人非这个词去形容。 或许我应该想办法抢占阿锦分成仙子的戏份, 让她无戏可言, 强行将她扭转回远古天庭之花的模板, 好让成狗蛋仙子不会变心。 另外, 虽然上次见面时宋木头说自己在开玩笑, 但最近楚歌主内心深处又开始怀疑, 宋书航会不会是宋木头的孩子或后裔这个格子, 可能性。 他之所以又浮现这样的猜测, 是因为宋书航凭本是让他自己怀孕了, 现在他肚子里的孩子还在茁壮成长。 既然宋书航可以跳过女朋友这个环节自力更生, 自己生孩子, 那为什么宋木头就不能做到呢? 毕竟他们同样是姓宋的, 说不定姓宋的都有这个隐藏能力呢? 假如宋书航和宋木头间真有这么一层血缘关系在意, 那他们在第一次看到宋书航时, 明明感觉到他和宋木头长得完全不同, 却又总会下意识将他认错这事就能解释得通了。 楚歌主带毛缓缓旋转, 望着宋书航的本体, 以及边上那朵孕育新生之道的莲花, 心中有了肯定的答案, 这是宋木头在暗中出手帮助宋书航。 他的猜测八九不离十, 但楚歌主并不准备将这个猜测和亡灵二人组分享, 亡灵二人组就好好继续扮演永眠亡灵的角色吧, 余下的事情就让他这个生者来代劳。 他嘴上附和着白骨和幽灵龙的话茶, 这的确是承林的长生之道, 我曾经亲眼看过他的长生之道, 生下了一个孩子。 那是碧水阁毁灭后, 承林显现施展过长生之道。 看样子, 是承林仙子在出手, 这宋书航一臂之力。 白龙姐姐有些情绪低落, 成狗蛋呆呆。 造化仙子道, 黑皮与柔子跟着点头, 是的,造化仙子, 成狗蛋前辈最新一直和宋前辈保持着联系。 在黑皮与柔子的边上, 白骨仙姬若有所思, 他双手抱怀, 暗中遮挡住怀抱姿势的手指, 然后暗中施法, 凝聚出一节缩小化的 宋木头的大骨头扎着 纸骨在纸尖上。 缩小化的纸骨就像是个纸套一样, 附在白骨仙姬葱白手指上。 揭着手臂的遮挡, 白骨仙姬的手指轻轻挑动, 按照一种特殊的节奏, 做出类似单手结印的动作。 随着他的动作, 附在他指尖的宋木头大骨头渣子, 开始散发出一种侦察的波纹。 这种侦察的波纹仅对宋木头有效。 片刻后, 白骨仙姬毛子微沉, 长长的睫毛扇动。 宋木头的大骨头渣子法术 向他传递了最真实的反馈, 这是属于宋木头的共振反馈。 这么多年来, 宋木头的大骨头渣子的秘法 在他手中已经多次改进, 拥有更多先进的功能。 白骨仙姬暗道, 但他并不准备将这个情报 分享给白龙和楚阁主 这两个宋木头的姐姐。 姐姐二人组只需要扮演好 知心姐姐的角色就好, 余下的事情还是由年轻的她来代劳吧。 这个时候, 他巴不得白龙姐姐能够回去, 如果楚阁主呆毛也因为失望 而回到宋书航的核心世界, 那就更好了。 要结束了, 莲花转生的效果要完成了。 黑皮羽柔子满眼期待, 他有着羽柔子的记忆, 曾经亲眼见过 成林仙子留在遗迹中的 道葬讲法, 看过成林孕育 心生之道的过程。 所以, 看到莲花上方那轮 长生者大道月轮 开始大放光明时, 他就知道 这个莲花转生 要进入结尾阶段。 宋书航的自我识和灵鬼 要结合完成了。 大约两个呼吸后, 长生知道所画的莲花 缓缓打开, 但莲台上却空无一物。 什么都没有, 自我识没了, 灵鬼仙子也没了。 楚阁主和白骨仙姬 想要见到的宋木头 也没有登场。 怎么回事, 失败了。 扎在九修之墓边上的石碑 道友远远地问道,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凤衣行出爪子 直接从宋书航肉身 肩膀上飞起, 落向那个莲台。 然而, 就在她爪子落下之时, 莲台上忽然有道身影 一闪而过。 这道身影温柔的伸手, 以自己的手腕为架, 接住落下的凤衣秦竹爪子。 有东西! 黑皮羽柔子叫道。 是那啥? 是霸尸? 白骨仙姬张口, 想要叫出这个身影的身份, 但她一开口, 却感觉像是受到某种干扰, 无法记起这莲台上身影的名字, 也可能是对方还没有名字。 楚歌主呆毛微微晃动。 是斩三尸的第三尸自我尸, 终于成功凝聚, 但是受到忘记了神功的影响, 说好那第三尸可能发生了变化。 她并不是透明, 只是存在感被彻底消除。 她明明站在大家的面前, 但如果不行动, 连长生者也会忽略掉她的存在。 宋书航第三尸的九层忘记了神功, 加灵鬼仙子九层忘记了神功, 两者同步后, 一下子就将这部神功的境界 推入到超越九品劫仙的层次, 连长生者都受到强烈的干扰影响。 话说, 如果宋前辈的第三尸和灵鬼仙子结合了的话, 那灵鬼仙子呢? 会变成第三尸吗? 这时, 黑皮与柔子一边思索着, 一边询问出生。 话说, 他似乎还能记得灵鬼仙子, 并没有受到忘记了神功的影响。 黑皮与柔子刚说完, 连台上有一道光滑轻轻一闪, 扎着麻花辫的灵鬼仙子, 就从连台上踏步而下。 但连台上, 凤衣擒住爪子似乎依旧停在某只胳膊上。 连台上除了灵鬼仙子外, 还有一位。 第2756集 看着从连台上踏出的灵鬼仙子, 在场几位仙子一愣。 灵鬼仙子没有同步, 展三尸最后一步还是失败了。 白骨仙鸡皱起眉头, 宋书航展三尸的最后一环, 怎么就跟几块要用完的牙膏一样, 断断续续, 就不能干脆利落一点吗? 我这边还有一只胳膊。 封衣擒住爪子发生了, 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现在还站在一条胳膊上。 也就是说, 除了灵鬼仙子外, 这连台上还有一个人。 但是宋书航展三尸的最后一环, 不是要让自我师和灵鬼仙子同步吗? 现在灵鬼仙子都从连台上下去了, 那留在这里的是谁呢? 这斩三尸到底成了没有? 应该是成功了。 细心的白龙姐姐一直在观察着宋书航的变化, 此时宋书航的本体实力又开始增长。 斩三尸密法, 每斩去一尸都等于是突破一个小境界, 令本尊的实力得到提升。 从宋书航本体的反馈来看, 这第三尸自我师应当是斩尸成功。 至于灵鬼仙子为什么会独自从连台上下来, 可能是因为和第三尸同步的只是灵鬼仙子的一部分? 或者是有其他东西代替了灵鬼仙子? 又或者是灵鬼仙子能在第三尸和灵鬼仙子两个状态间随意切换? 说话前,灵鬼仙子抱着厚厚的书本来到楚歌主呆毛的面前。 他面带甜静的笑容, 漂亮的毛则因为水分充足的原因格外水灵。 楚歌主呆毛疑惑地停下了摇摆, 灵鬼仙子眨了眨眼睛, 然后伸手在自己的眉心一点, 就像是按下了某个开关按钮。 下一刻, 他的存在感变得清晰起来, 他不再透明化, 他的个人信息也不再被屏蔽。 耶丝? 楚歌主呆毛心中一动, 脑海中很多被屏蔽的信息在这一刻全部恢复, 换出了眼前灵鬼仙子的真名。 歌主, 我回来了。 灵鬼仙子提着裙子转了个圈, 对着楚歌主行了一礼。 有段时间没听到歌主你这么叫我了? 碧水阁覆灭后, 楚歌主对耶丝而言, 既是歌主又是师父又是妈妈, 是他非常重要的人。 楚歌主呆毛竖起, 你和书行的自我是融合了? 可以说是融合了, 也可以说是没融合。 我们在个体上没有融合, 但在能量方面完成了融合。 这次成林仙子的长生之道, 第三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个体。 现在和我之间就像是龙凤太的关系, 这比我预计的还要妥善一些。 灵鬼仙子细声回道。 事实上, 楚歌主面前的他也只是一个躯窍, 真正的耶丝处于那个特殊的空间中, 是成林的代言人。 本来他准处将这个躯窍留给第三师, 让第三师完成蜕变, 结果半途中突然有人插手展三师仪式, 通过成林孕育新生之道, 为第三师重塑了一个和叶丝能量同步的双胞胎个体。 此时, 宋书航第三师自我师就站在那朵莲花上。 在叶丝驱翘灵鬼仙子按下眉心的按钮之时, 第三师的存在感就变得更加虚无其了。 灵鬼仙子现在和他之间, 功法共通, 能量共同, 特殊天赋也能共同。 而借着这种共同, 灵鬼仙子能够短时间内将小透明状态全部转移到第三师身上。 反之亦然。 第三师也能通过按钮将小透明状态全部叠加到灵鬼仙子身上。 你一直在宋书航身上,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之前的你处于天道小黑屋的影响下? 楚歌主呆毛抓紧时间询问道, 我在未拯救世界打击处。 灵鬼仙子认真回道, 免得书航未来后悔, 我已经哭得足够多了, 所以未来, 我和他都不要再哭泣。 楚歌主呆毛沉默下来, 现在渐渐适应咸鱼状态的他, 突然有些不适应拯救世界这种热血的目标。 歌主, 你想见见有个人吗? 灵鬼仙子突然用密码传音入密方式问道, 楚歌主呆毛轻轻一卷。 是他? 果然是宋木头, 在暗中协助宋书航完成展三师最后一环, 他现在就在附近? 歌主, 你拍拍我的头。 灵鬼仙子传音道, 楚歌主呆毛微微延长, 一根长发轻轻拍了拍灵鬼仙子, 很宠溺的样子。 就在他的呆毛落在灵鬼仙子头上时, 他的视线就被开光, 看到了一些隐藏的画面。 他看到了在联台上立着一个宋书航, 这正是宋书航的自我师。 此时自我师正伸着胳膊, 小心翼翼地拖着凤仪秦主爪子, 仿佛是感应到了楚歌主呆毛的注视, 这位小透明自我师对着楚歌主点头温柔微笑。 同时, 楚歌主呆毛又突然发现自己的身边, 或者说是宋书航的身边, 立着一道虚幻的身影。 有些时间没见, 看到你很精神的样子, 我就放心了。 这次好不容易能有机会出来放风啊, 本以为只能默默地远远看你一眼, 现在还能有机会和你说话, 真是太好了。 这虚幻的身影柔声道, 那仿佛能抚平人内心焦躁的柔和声音, 一开口就先强势拥有好感加一的效果。 而且, 这虚幻身影说话也极有技巧, 开口先表达自己的思念, 接着表达出自己好不容易能有机会出来放风, 暗示自己现在的处境出来一趟不容易。 然后那句, 只能默默远远看你一眼这话, 将自己放在一个悲情的角度, 引起听话者心中的触动。 最后, 能有机会和你对话, 真是太好了, 则表达出他自己现在的欣喜。 满分一百分的话, 这至少也是八十五分以上的水平。 你这话里少了一个门子吧。 楚歌主呆毛缓缓旋转着, 传音回道。 对面, 那虚幻的身影伸手轻轻摸了摸楚歌主呆毛, 用手掌将整条呆毛遮盖。 然后他另一只手在背后打开, 变出一本厚厚的书。 楚穷穷指南加对应公式。 然后他手指翻动, 翻开如何通过表情和语气解析楚穷穷心情篇。 片刻后, 虚幻身影的手指微微一僵。 楚歌主现在是条呆毛, 而且对话是传音, 听不出详细的语气。 那只能上应对公式了? 问, 楚穷穷说, 你这话中少了个门子, 要怎么? 第2757集 解答一。 因为公式目标为楚穷穷, 所以, 公式各种数值限定于正时至负时之间。 设, 楚穷穷的情绪值为X, 我方标准回答为Y, 我方结局为Z, 则, Z等于X减Y。 因为楚穷穷的呆毛现在柔软, 没有抵抗, 他的本体也没有直接现身, 所以, 推测他现在的情绪相对稳定, 并没有直接进入暴躁阶段, 则X值取中间值, X等于5。 因为5是危险限值, 低于5将可能引爆楚穷穷, 带来不可预测的危机, 所以Y值必须小于等于0。 因为, 在求生欲公式中, Z值必须大于5, 当前局势争取最低限度得到量解, 所以, Z值等于6。 所以, Z等于X减Y, 6等于5减Y, Y等于负1。 解, 我必须采取不走寻常路的回答, 以负1方式的回答来应对楚穷穷的问题。 否则, 哪怕是再正面的回答, 都会让楚穷穷原本只剩5的情绪减少一分, 进入4分的危局。 在一瞬间, 虚幻的身影的脑海中已经完成了推算。 他伸手轻轻一按, 将那本楚穷穷指南加对应公式收了起来, 同时, 另一只用摸头纱挡住楚阁主呆毛的大手, 也趁机松了开来。 不走寻常路, 必须要采取极端的负1方式回答。 虚幻的身影面带微笑, 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最好的负1回答, 就是直接粗暴转移矛盾。 虚幻的身影一边轻轻抚摸楚呆毛, 一边揉声道, 穷穷, 你要不要成为我女? 楚阁主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呆毛明显有些不自然。 我女儿, 虚幻的身影大喘气, 回道, 让我用转生之法, 直接将你生育一遍, 不用再呆在霸宋的活泉池里呢。 啪的, 楚阁主呆毛化为鞭子, 狠狠抽在虚幻的身影的手腕上, 留下一道红通通的印子。 你这大喘气的说话方式, 怎么就没有将你喘死? 虚幻的身影轻轻一笑, 危机解除, 有时候, 在面对大灾难时, 可以选择用小灾难来避灾, 五十分的殴打比九十分的殴打要好得多。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但这一时, 楚阁主呆毛却又出声道, 虚幻的身影的手一僵, 片刻后他露出最温柔的笑容道, 没有门, 哪来的门? 这一刻, 我的眼前只有你和你的呆毛。 我录下了。 楚阁主呆毛道, 一会儿我就通过修真聊天功能, 将这段视频发送给亡灵二人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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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幻的身影的笑容逐渐失去灵魂。 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 哪怕长生者不受岁月的侵蚀, 但从远古到现在, 已经过了太久, 太久。 楚阁主呆毛叹了口气, 虚幻的身影微微一顿, 脸上的笑容收敛, 片刻后他严肃的。 放心吧, 我们之间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而且我不会让你等太久。 楚阁主呆毛听到这话, 心中反而吃惊, 他没想到能从对方口中听到这么明确的回复。 远古到现在, 虽然很长, 但却也很短。 放心吧, 再过最多十年, 不对, 最多再过三年多一丁点就够了。 虚幻的身影答道, 楚阁主呆毛支愣起来。 只要三年? 是的, 三年就足够了, 虚幻的身影道, 三年后就合法了。 楚阁主呆毛微微轻点。 三年到很快。 我得走了, 虚幻的身影柔声道, 我的放风时间快到了, 楚阁主呆毛问道, 你现在还不能随意出现在现世吗? 时机还没到, 虚幻的身影答道, 他现在不能伤害到霸宋, 所以, 凭着叠加后九级地忘记了神功短时间内现身, 已经是极限。 不过放心, 只要有机会出来放风, 我就一定会来找你, 虚幻的身影对他保证。 照顾好自己。 楚阁主呆毛轻声叮嘱。 你也是, 好好在霸宋的活泉中恢复。 我不在的时间里,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虚幻的身影说罢, 开始缓缓消散, 最终化为光点, 消失在楚阁主呆毛的世界中。 楚阁主呆毛微微卷起, 而他的本体捧着双手, 在手中有一块踏印法术的符文。 这枚符文中记录的不是影像, 而是最后那句话, 我们之间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而且我不会让你等太久。 这句话在反复地播放着, 但楚阁主刚才的记忆却在模糊化, 呆毛被开光看到虚幻的身影后的记忆, 都随着那虚幻的身影的消散, 同步消散。 只留下手中这句流言的符文, 是九集忘记了神功的影响, 或者是其他状态的影响。 三年? 三年后, 是什么特殊日子? 楚阁主本体在活泉中吐了个泡泡。 核心小助手还以为楚阁主在向他询问, 他在自己的资料库中检测了一遍后, 认真回复。 三年后, 是霸宋接近二十二周岁的年龄, 在华夏法律中, 二十二周岁是男性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楚阁主将下半张脸都潜在活泉中吐出一串的泡泡。 三年多后, 宋书航合法结婚的年龄, 三年多后, 宋木头说要完美解决和他的关系。 感觉我得做点什么? 楚阁主缓缓道, 他感觉自己不能再这么咸鱼下去了, 或许他得考虑去主动联系楚兔。 另一边, 虚幻的身影在楚阁主世界中消散了, 在自我师所站的连台上空重新凝聚, 并在那里开了一个空间门, 但他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在宋书航自我师上方静静等待着, 他逗留的时间不多了。 片刻后, 对面的白龙姐姐突然打开空间门, 钻入其中, 消失不见。 看上去他像是离开了此方世界, 但事实上他的灵体又通过空间之力, 慵懒地游到了连台范围和虚幻的身影接触。 好久不见, 白龙姐姐。 虚幻的身影面露微笑。 恭喜白龙姐姐从远古天庭大道中脱身成功。 为什么不到神秘岛来看我? 白龙姐姐直接发问。 在白龙姐姐的视觉角度, 她看不到虚幻的身影之前和楚歌主呆毛的交流。 从她的世界来看, 在确定霸宋顺利展出第三诗后不久, 在她的搜索下, 终于在连台的上空找到了这个空间门, 而是虚幻的身影就停留在这空间门下, 就仿佛。 与楚琼琼那种和宋木头长时间在碧水阁中生活、 成长中培养起来的感情不同, 白龙姐姐和宋木头之间一直维持是一种红颜知己的情感。 当初弱小的宋木头在白龙始祖面前就是个小老弟, 而强大的白龙始祖也一直以知心姐姐加强力后援, 加家长的身份和她相处。 每次宋木头在被人打哭后, 就会跑到白龙始祖那里求庇护, 偶尔她还能带着白龙姐姐出去找回场子, 木甲龙威, 将自己哭出来的眼泪化为敌人双倍的泪水带回来, 偶尔还会有宋木头作死, 被白龙姐姐一对龙拳捶抱的经历, 这种感情很纯粹, 没有杂质。 白龙始祖一直是以姐姐般的宠溺心态面对宋木头。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这种相处方式并没有问题, 但时间是最奇妙的法术, 它能令生灵成长, 令人改变。 宋木头也会成长, 哪怕它一直在作死, 但这并不妨碍它成长。 在漫长的岁月里, 它从小老弟的状态 逐渐成长得不再那么小老弟。 在时光的法术作用下, 当白龙姐姐无法再以对待小老弟的心态 去对待宋木头时, 两人的关系自然就变得复杂起来。 但因为白龙姐姐自身的矜持, 一直到最后她入关死顿之时, 她和宋木头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再进一步。 反而是死了一次后, 白龙姐姐看破了很多东西, 心态也发生了转变。 死这东西, 真是最珍贵的人生经历。 有时候, 很多看不透解释不了放不下的东西, 死一变后就统统看透放开。 不过, 看开归看开, 有些事情需要双方互动才有效果, 仅是一方看开毫无意义。 虚幻的身影立在空间门边上, 诚实回答白龙姐姐的问题。 不久之前, 我本来是准备前往神秘岛的, 去见你一面。 白龙姐姐继续追问。 然后呢? 然后, 天地破坏了我的计划, 她先我一步来到了神秘岛, 将天地之道传给了金挂。 虚幻的身影抬头望天, 白龙姐姐略意思索, 的确, 时间线能对得上, 在这件事上, 送木头也的确没有说谎, 只能说天地搭搭子, 奇高一招。 算你解释得通, 放你一码。 白龙姐姐回道, 那么, 你现在准备什么时候去神秘岛我的龙木? 会去的, 但是, 具体要什么时候去神秘岛上的龙木, 却不是由我来决定的。 虚幻的身影答道, 白龙姐姐的目光中盛满了疑问。 我现在的状态, 只能短暂地在现实显现, 就跟监狱中的犯人一样, 偶尔出来放个疯, 而想要前往神秘岛, 需要他的配合。 虚幻的身影, 轻轻指了指远处的宋书航本体。 白龙姐姐皱起眉头, 不仅是他, 其实凡是见过宋书航的人, 肯定都会猜测宋书航和宋木头之间的关系, 而现在, 宋木头的回答更是确证了这一点。 书航是你的孩子? 白龙姐姐问道。 不, 是我爸爸。 虚幻的身影一脸认真, 他话音刚落, 白龙姐姐的龙泉就垂到了他身上, 将它砸倒在地, 不过并不痛。 开个玩笑, 白龙姐姐。 虚幻的身影笑了起来, 白龙姐姐收起龙泉, 他沉默了片刻后突然道。 死了一次后, 我想痛得很多, 虚幻的身影盘腿坐好, 抬头望着白龙姐姐。 想通了什么? 想通了如何面对我们之间的关系。 白龙姐姐答道。 所以? 所以白龙姐姐你终于要正视我, 不再将我当小老弟了吗? 虚幻的身影突然一笑, 白龙姐姐微微点头。 嗯。 死亡真是奇妙的东西, 令人着迷。 虚幻的身影道。 既然白龙姐姐你下定了决心, 那我如果不正面回应你的决心, 那就显得我太懦弱了。 虚幻的身影一边说着, 一边站了起来, 然后她自信出声。 三年时间。 三年后, 我会为我们准备一个完美的结局。 怎么个完美法? 白龙姐姐刚问完后, 又摇了摇头。 算了, 我只是想通了, 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你, 你怎么决定, 是你自己的事? 大不了就当一辈子姐姐吧, 反正也没什么差别。 放心吧, 我的方案是完美无缺的。 虚幻的身影微微一顿后, 突然声音低柔道, 白龙姐姐, 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 白龙姐姐下意识回到, 对面, 虚幻身影洒脱一笑, 随后, 她的身形被吸入到了空间门内, 消失不见。 白龙姐姐的灵体停顿在虚空中, 那句雌性低柔的, 白龙姐姐, 我回来了的话, 一直在她的耳畔反复回响。 虚幻身影被吸入空间门后, 空间门关闭, 和楚歌主一样, 白龙姐姐的记忆也会受到干扰, 变得模糊化。 不取何料, 但白龙姐姐是特殊的呀, 虚幻的身影难难道。 如今这位知心姐姐突然开始正视她自己的感情, 如此一来, 她哪怕是硬着头皮也要去面对。 事实上, 她以前面对白龙姐姐时也没有主动撩过, 一直是像个小老弟一样。 白龙姐姐是特殊的, 楚姐姐也是特殊的, 真棒啊, 宋哥哥。 正说话间, 一个巨大的锤子突然横空砸出, 砸在虚幻身影的腰上。 咚的, 锤子如同击打在屁股上一样, 发出闷响。 虚幻的身影腰子都被震得发出回音, 被砸倒在地。 哟, 好久不见, 白骨妹妹。 即使妖子在回音, 虚幻的身影却依旧能保持着温柔的笑容, 笑对仙子, 哪怕再痛再苦, 也不能停止微笑。 在身侧, 一具纯粹由白骨构成的能量体浮现出来, 那是白骨仙鸡的秘法, 送木头的大骨头渣子。 这次她是让这具大骨头渣子离体行动, 遥控着她潜入到空间门内的世界。 哟, 虽然锤子很适合你, 但其实你更适合配件。 锤子这东西, 终究有点野蛮。 虚幻的身影捂着腰, 侧坐起来。 此时的她额头冒着冷汗, 却依旧面带微笑。 白骨仙鸡和她之间的感情就更怪了, 他们之间的缘, 起始于她将东方大帝日记中的垂道讲法 卖给白骨仙鸡。 从那之后, 白骨仙鸡一直在远古天庭追杀她, 砍着砍着就成了好朋友。 比起青梅竹马楚琼琼和知心姐姐白龙仙子, 白骨仙鸡无疑要更难。 第2759集 楚歌楚是宋木头最了解的仙子, 她手握楚琼琼指南加对应公式, 轻松解决一切问题。 而白龙姐姐则是最了解宋木头的仙子, 因为了解, 所以她甚至不用多说什么, 白龙姐姐就能理解她的意思。 白骨仙鸡则是砍出来的友谊, 应付起来最吃力。 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打一架, 打累了就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但问题是, 现在她真的没有这力气和白骨妹妹打架, 所以她只有用高超的语言来说服对方。 面对白骨仙鸡的骨头渣子化身, 轻轻抛了抛手中的大锤。 宋哥哥虽然诧异, 锤子怎么可能野蛮, 这可是你亲手交给我的讲法内容, 而且我使得也很顺手呢。 虚幻的身影立刻认怂, 我当初是拿错了讲法稿, 早知道这锤子会砸在自己身上, 他当初肯定要换个温柔点的讲法稿, 比如宪法或审法之类的。 宋哥哥你存在的时间有限, 我们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聊聊主题吧。 白骨仙鸡如同杂耍一样, 将两只锤子抛弃, 在手中不断飞转, 虚幻的身影立刻接口。 白骨妹妹, 你想聊什么主题? 你接下来要怎么应付我, 也要用三年后这个答案吗? 白骨仙鸡手中的锤子 耍得糊糊声微。 虚幻的身影有节奏地笑着。 三年后, 你准备怎么做? 白骨仙鸡的锤子转得越来越快, 雷光闪烁, 啪啪作响。 虚幻的身影脸上的笑容收敛, 神色严肃了起来。 白骨仙鸡牢牢盯着他, 不错过他任何一个表情细节。 其实, 三年后, 我想投胎转生, 虚幻的身影缓缓地。 事实上, 你们应该注意到, 我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我知道你们隐约察觉出了一些, 只是你们内心却不愿意去相信这一点而已。 这样的我想和你们在一起, 简直是无稽之谈。 所以, 我需要投胎一次。 白骨仙鸡愣了片刻后, 突然心中一动。 你不会是想通过霸宋来完成投胎, 你真要成为霸宋的孩子。 白骨仙鸡忍不住出声了。 你猜对了, 虚幻的身影点了点头, 而且, 我有一个非常棒的方案, 可以让大家都圆满, 白骨仙鸡不能相信他的方案。 大家都圆满?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办到? 到时候转生投胎时, 我希望霸宋能怀个三胞胎。 虚幻的身影捏着下巴道, 只要生出三胞胎, 那就是三个我。 白骨仙鸡放下锤子, 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脑壳。 三胞胎, 三个我, 霸宋怀孕, 信息量太大。 霸宋怀三胞胎, 不是霸宋的对象? 白骨仙鸡问道, 你在想什么? 霸宋可是大老爷们, 我说的当然是霸宋的对象怀三胞胎, 三年后他也能合法结婚了。 虚幻的身影道, 白骨仙鸡道, 霸宋现在就怀着。 虚幻的身影顿时语色。 另外, 就算是三个你, 我也想全都要, 白龙姐姐和楚歌主恐怕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你的完美, 只是理论上的完美。 白骨仙鸡又提醒他。 所以, 趁着还有点时间, 宋哥哥你再继续好好想想更完美的方案吧。 我选择狗带, 虚幻的身影抬头望天。 最后锤也锤了, 我差不多离开了。 白骨仙鸡收起锤子。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不? 虚幻的身影扶着腰子站了起来, 伸手轻轻按在白骨仙鸡化身的脑壳上。 对不起, 明明才刚见面, 却又要这么快就分开了。 白骨仙鸡低下头, 一言不发。 抱歉, 白骨妹妹,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她柔声道, 下一次再相遇时, 我们会有数不尽的时间好好在一起。 说吧, 她轻轻在白骨仙鸡化身眉心一点, 白骨仙鸡的身形消散开了。 这个特殊的空间中, 待久了会给白骨仙鸡带来无法恢复的伤害, 哪怕是化身也一样。 白骨仙鸡的化身消失后, 所有的信息回馈到她的本体呢。 抱歉, 白骨妹妹,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那柔和却坚定的声音, 在她脑海中反复回响。 完美的答案吗? 白骨仙鸡说吧, 转头望向正盘腿而坐的霸送本体, 一脸纠结。 纠结了半天后, 她朱唇轻起, 努力克服自己内心的羞耻, 用最低的声音尝试着呼唤。 爸爸。 未来, 三年后, 总有一天是无法逃避的。 三年时间, 对长生者级的强者而言, 不过是转眼即逝的时间。 所以她得提前习惯这个称呼, 甚至适应这种心态, 做好心理准备。 如此一来, 在三年后, 她就能比白龙姐姐和楚阁主占据仙鸡。 在白龙姐姐和楚阁主无法适应对霸送喊爸爸的时候, 她可以早就调整了心态, 用最自然的语气去这么叫霸送。 白龙姐姐的声音很低, 低到几乎只有她自己可以听到, 但是她边上站着好几个长生者大佬。 长生者大佬的耳力都是宇宙顶尖的, 所以白袍金挂和凤衣寝主都听到了白骨仙鸡的低换声。 白骨仙鸡, 你父亲出现了? 金挂岛主疑惑问道, 没有没有, 我就是突然怀念我爸爸了。 白骨仙鸡连连挥手, 凤衣心猪爪子上的小眼睛疑惑地打量着白骨仙鸡。 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 白骨仙鸡来自于一个特殊的诸天万界卫面, 那个世界中不时会有天地灵力和卫面独有物质, 凝聚出白骨生灵来。 白骨仙鸡哪来的爸爸? 另一边, 虚幻身影所在的特殊世界中, 完美啊, 这世间又何来十全十美之势呢? 虚幻的身影感叹出声, 在她对面, 一位扎着麻花辫长长刘海遮着毛子, 抱着一本大书的仙字踏空而来。 有事吗? 叶思仙子。 虚幻的身影笑着问道, 谢谢前辈出手相助, 让书行成功完成自我失欢节。 叶思道, 虚幻身影面露微笑, 不客气, 举手之劳。 对了, 前辈, 在配合书行展自我失过程中, 我将书行体内的灵鬼契约给封死了, 顺带着将门和窗户也关上了, 这不会对书行造成影响吧? 叶思有些担心, 啊, 啊, 虚幻身影的笑声听上去。 第2760集, 霸界之中, 宋书航的本体依旧保持着闭关修炼的动作, 在他体内, 灵力不断汹涌, 暴涨, 原本他在八品境界时, 体质、 灵力、 原神强度都已经超越普通界限, 而现在就连境界也要借斩三师秘法强行突破。 头顶上, 楚歌柱呆毛心情很好, 不时地用自己的呆毛转换着各种形状, 三角形, 四边形, 五角形, 以及爱心形。 再不远处, 白骨仙姬心情也很愉悦, 他不时望一眼宋书航, 然后在内心开始三年后的模拟训练。 比起白龙姐姐和楚歌主来, 他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他没有后背挂在霸宋身上。 白龙姐姐有苏绅二十六, 这位小仙子和霸宋之间关系很深, 楚歌主有灵鬼仙子, 这灵鬼仙子挂在宋书航身上, 等于就是霸宋。 甚至, 连楚歌主自己都是霸宋的挂件, 他们的后背都和霸宋平背, 那未来他们要开口叫霸宋爸爸时, 就多了一层心脏。 甚至, 很可能他们的后背都是妈妈的人选, 而他, 白骨仙姬无牵无挂。 所以说, 姐姐二人组还是继续当自己的知心姐姐 或是长辈阿姨的身份吧, 未来的三胞胎木头完全可以由他来照顾, 甚至他不介意未来叫一声白龙奶奶或楚奶奶的。 白骨仙姬心里美滋滋的, 他又暗中瞄了眼霸宋, 越看越感觉他顺眼, 毕竟是未来要成为他爸爸的人。 这时, 灵鬼仙子对着楚阁主呆毛醒了一礼。 阁主, 时间差不多了, 舒航的境界也差不多提升到了极限, 接下来我要将时间交给舒航的自我师, 完成斩三师的仪式。 去吧, 记得偶尔先生一下, 不要像以前那样一直处于小透明的状态。 楚阁主用慵懒的声线出声答道, 嗯, 会的。 灵鬼仙子嬉戏一笑, 说吧, 他在自己的眉心轻轻一点, 再次按了下那个开关, 随后, 他的状态变得透明化起来, 逐渐消失在众人的记忆中。 而在灵鬼仙子变得透明化时, 连台上的霸诵第三师自我师的存在感浮现, 他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第三师仍旧保持着伸手的动作, 凤衣擒珠爪子就站在他的胳膊上, 自我师是继承了霸诵真正骨子里温柔的三师, 一举一动间都暖得不行。 咦, 现身了? 凤衣擒珠爪子出声道。 灵鬼仙子那边的交流结束了, 所以将存在感交给了我。 第三师自我师微笑着, 伸手将凤衣擒珠爪子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随后他一步跨下连台, 那连台在他离开之时, 瞬间化为无数光点消散。 自我师脚踏虚空, 一步步向着霸诵本体而去, 在他脚下步步生莲, 和宋书航本体的黑莲不同, 自我师脚下的莲花是洁白之色。 来到本体面前后, 自我师对着霸诵本体行了一礼。 小声霸体, 见过本尊, 这是展三师秘法的最后仪式。 只是对面的霸诵本体也是一具失去了灵魂的壳子。 霸诵的原神投影现在还在天道与世界中逗留, 所以这具壳子无法主动回应第三师。 好在霸诵身上挂剑众多, 功德舍美人不在, 黑皮与柔子对展三师的仪式不太了解, 所以这个时候就轮到造化仙子登场了。 他倾壳一声, 附身在宋书航的体内, 发出宋书航的声音。 道友无需多礼, 你我本为一体。 模拟声音, 对造化仙子这种割仙来说, 易如反掌。 这声音从宋书航体内发出, 勉强算是完成了礼仪。 对面自我师霸体感激地望了眼造化仙子。 自此啊, 三师归位, 霸体缓缓道, 随着他的宣告, 对面宋书航的境界突破, 劫仙生机, 空间劫骨, 寄托于劫仙虚空的元神同时共鸣。 展三师密法的特殊效果, 让宋书航在没有杜劫的前提下, 就强行提升到了九品劫仙境界。 劫仙生机爆发, 将宋书航的生机无限延长。 完整的空间结骨在霸宋的体内生长出来, 这结骨庞大到夸张, 不只是一结, 而是直接覆盖霸宋的全身, 将他全身的骨骼都化为结骨。 寄托于劫仙虚空的元神再次被强化, 十五加一份的元神每一份都受到滋润强化, 这是十五加一倍强度的劫仙元神滋润强化。 哗的, 空间波动涌现, 处于天道小黑屋空间中的宋书航元神被发射回来, 同时回归的还有加着膳师枪的功德仙子。 而狗蛋爹的一缕一石和三眼前辈的一缕一石 还留在天道小黑屋中相爱相杀。 宋书航元神投影归位后, 本体睁开眼睛。 啊, 终于回来了, 差点以为我要在天道狱世界中养老了。 宋书航缓缓地, 元神回归后, 他伸手轻轻一点, 影子中心魔浮现, 化为恶尸, 罢恶, 功德舍美人齐精, 手中善师罢善挥舞, 自我师罢体立于中间C位。 宋书航本体身上灵力疯狂涌动, 白骨仙姬, 楚歌主呆毛, 金挂, 石碑道友, 凤衣秦珠爪子等长生者全部心有感应望向宋书航。 他们可以清晰感觉到宋书航身上, 那长生之道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也就是说, 宋书航已经凝聚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长生之道雏形, 一步踏入到了顶尖节线的境界。 楚歌主, 造火仙子, 黑皮与柔子, 你们先在霸界等我, 我去去就来。 宋书航道, 杜劫? 楚歌主呆毛问道, 是的, 去见见那劫先千日劫。 宋书航点头, 说吧, 他伸手在虚空中一按, 空间力量催动, 和余地知识约好的功德莲花被转移过来。 这朵拥有碧结效果的功德莲花, 加宋书航灵鬼仙子忘记了神功的碧结效果, 终于补全了宋书航度九品天节的最后一块版图。 八宋, 此去要多久? 造火仙子开口唱了起来, 去去就来, 宋书航帅气回道, 下一刻他起身, 抬脚一步跨出, 这一步便踏入到九品天节空间中。 吃瓜前辈, 我来接受九品天节的最后一步。